台湾不只有口罩国家队 在这波疫情作战当中 还有Made in Taiwan的体温科技新创公司 数年专注打磨技术 让他们火速接到国际订单 究竟他们拥有哪些能力呢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3月18号 数位时代召集人 无缘稀锁撰写 并刊登在数位时代的 台湾不只有口罩国家队 这些体温科技火速接到国际订单 你的口罩还够吗 拿健保卡上药局排队 成为新冠肺炎爆发后的全民日常 台湾虽然防疫有防 但这场长期抗战 随着世界各国确诊人数持续上升 压力只争不减 连带让量体温设备需求爆炸 例如一财厂泰国 2月份出货6万只额温枪 月增1倍 预计3月将出货15万只 热印豪展等台湾额温额温枪代工大厂 原先股票单日交易量仅仅在数十张 2月开始受到关注 每日交易量跳出几千张 甚至一度出现1.8万张的惊人数字 3月4号经济部正式公告 红外线额温枪禁止出口的措施 短期会禁止到3月底 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国内的供应量足够 违法出口将没收产品 储三倍的价格法还 旅客也只能攜带两支出镜 根据外贸协会估计 国内体温计产值及成长率 从2015年起每年持续成长 2018年产值大 新台币5.2亿元 出口金额成长14.6% 从数字来看 体温量测平时绝非是热门的生意 换句话说 只有专注技术开发 解决痛点 累积产品的领域 才有机会让自己被看见 在疫情爆发不久后 全校人数仅126人的服务院国校 虽然规模不大 但马上采用红外线热相体温仪来量测体温 取代耳闻枪方便又安全 服务院国校主任谈到 传统的方式 每两个学生就要换一次耳套 其实非常的花时间 但要买新的产品又会卡在预算不够 幸好雅迪电子董事长周玉良 主动捐赠产品给服务院国校 解决了急迫的问题 事实上雅迪也是目前台湾 唯一一家开发自主热相测温模组的业者 他们从2017年起和欧洲 红外线感测晶片大厂LinRay合作 把技术和零件抓在手中不怕缺货 到今年年底 可以把产能提升到20万个 雅迪电子副总裁苏主胜强调 把模组装设到监视器 电子看板等等 只要配有镜头的设备上 其实就可以使用 甚至不见得要买整套设备 红外线热相体温仪的好处就是在 可以快速算出距离1到2公尺的人体体温 进行多个目标的追踪体温 并且主动拍照 发出警告 由于热相体温仪多半是仰赖进口 在需求量暴增的前提下 市场上也出现缺货的情形 像是新北市立张树国际实验中学 跟新北高工 以及英哥工商就共同制制校园版的产品 提供学校体温检测大量需求使用 目前台铁、高铁等大型车站 捷运购物中心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红外线热相体温仪的出现 甚至国防部体系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员 也在疫情爆发后 技术转移到军用技术 开发高画质的体温仪给立法院使用 并且已经开放对外贩售 成本是红外线热相体温仪普及的最大挑战 以中科院国外大厂的产品为例 一套价格接近50万元 Focus Vision Technology的执行长钟义豪认为 医院工家单位对于价格的容忍度较高 但是像餐厅咖啡业者 很难接受付出高额成本 因此他们从机器视觉、感应器技术出发 切入快烧快塞领域 锁定入门价格 目前供淡江大学使用 雅迪电池更是喊出了品质不输人 价格可压在大厂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非接触式的体温科技首先受到市场关注 不过深耕宝宝体温量测市场的艾维科技 因为智慧贴片能够连续监测多人的体温 时间长达36小时 同样在防疫期间受到了高度关注 打响了B2B的商机 艾维科的共同创办人兼副执行长张合一笑说 公司主力客群一直是新生儿的父母 还有备孕人士 医疗监测虽然一直在产品用途的蓝图上 不过之前的成绩却没有这么的亮 因为多数人并不太会在意体温的变化 但也正因为要面对消费者 艾维科的贴片在一开始就追求舒适 极小体积的顶规迈进 到目前为止 仍旧是世界上最小的穿戴式智慧体温剂 比起红外线耳温耳温 直接接触皮肤表面的溢温 是目前最准确的测温方式之一 贴在腋下的皮肤设计 让测温精准度落在正负0.05度 是符合美国及欧洲医用体温计的测试标准 张合一还强调 陆续加起来这阵子接到的订单是10万套 由于需求大多是来自医疗监测 因此不敢一口气出货 需要来回的测试 像是与泰国私人医疗集团的合作 就从300套产品开始测试 一般人想了解自己是否发烧生病 一天量个两次到三次就已经算很多了 医院照护却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就量一次 体温贴片具有取代重复量测 减少接触患者的好处 作为艾维科的大好优势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在全球都需要挺身而出的防疫战争当中 似乎不该用抓住商机来形容这些体温科技 但事实上是这些台湾技术人才 愿意在浪潮位出现之前细细的打磨自己的产品 即便微软百度等等的国际公司推出体温量测方案加入市场 Made in 台湾本土研发能量已经在领先的位置上面发光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